为了阻止中国梧桐 美国已经开始联合盟友 制定全面的制裁计划 想用台湾问题来打中我们中国的转类 美国的构想很好 但是没那么容易实现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美国为了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一直在拉拢欧洲的各国 也就是它的这些盟友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 最近美国又派员去了欧洲那边 和有关国家进行了高层级的接触 已经初步商讨了相关的计划 这种情况 你还别说 真有可能变成现实 美国决策层也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 根本不可能受外部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动摇 而且最后中国被迫选择武力方式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那美国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已经难以阻挠中国 因此必须联合欧盟和北约的这些成员国 就是它的这些盟友国家一起来动手 美国认为各种经济 政治等多方面的制裁 是有效的阻止手段之一 特别是这个经济制裁 能严重的削弱中国 让中国万而却步 放缓统一的进程 即便是我们中国请全国之力完成统一 也会变得很虚弱 在后续的制裁过程之中呢 中国的国家实力会被大量的消耗 甚至出现整个国家的危机 美国这个打的呀 就是名牌嘛 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注意一下美国现在对咱们中国搞的各种制裁呀 你看这个高科技领域呀 这个其他的领域呀 包括最近又搞了一个生物领域呀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越来越多 好像是完全就要和中国进行切割 就是完全硬脱钩的这个架势 你说这个美国明知道这么干 自己也要伤害到自己 还是要这么做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评论啊 就重点是强调在了美国它会伤害到它自己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要做的 那不是说要搞什么逆全球化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美国就是在硬脱钩 它要脱开中国构建一套它可控的新的经济体系 从而把中国切割出去 也就是说世界上以后可能就分成这么两大块了 对吧 那么咱看谁能够耗得更久 谁能够坚持得更久 这种计划呢 是事关美国长久的未来 所以即便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美国割点肉 流一点血 当然也是很疼的了哈 但是从这个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 这种代价是必须要去付出的 美国也在做长期和短期利益之间呢 在做这个平衡 在做取舍 最后它选择了这个长期的利益 它知道 这肯定是它也要受伤的 美国在这方面的决心 它也是很坚定的 美国加上欧盟和北约的盟友国家 总的经济体量和科技先进程度等等 以及对世界产业链的掌控 还有对整个世界资源的占有 以及分配权重等等各方面 当然是大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面临的局面也非常严峻 你看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和西方算是对俄罗斯做出了最严厉 最广泛的制裁 连俄罗斯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给尽了 包括俄罗斯的动物也在制裁的范围之内 这都有点匪夷所思啊 但是最终产生的效果呢 并没有西方预期的那么好 当然也是 制裁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啊 这个 当然不如西方的预期 没有达到它那个最大的效果 至少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我们呢 在旁边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未来和盟友的对我们的制裁伤害也不会很大 甚至说美国这种制裁啊 就根本实施不了 千万不能用这种想法 俄罗斯和世界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所以其实它能被制裁的这些领域也非常的有限 而且呢 俄罗斯的主要经济靠什么呀 靠油气啊 矿产啊 粮食啊 这些资源啊 它主要是靠这些资源 这些东西啊 都是弄到最后它都是这个硬通货 我们手上没有这个 我们的强项是我们的产业能力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效率 所以呢 我们整个产业链受损的可能性 那要是大的多呀 所以客观说 这方面我们确实是有软肋的 美国哪怕它自己流血也要打我们的这个软肋 而这个太阳问题就是一个切入点 美国的布局是长远的 这个路子说起来是没有错 所以我们不要老盯着一点 就是说美国你看它也牺牲了它的利益呀 到最后它也走不下去 不是这么一个利润的 它这个决心一旦下去之后 美国人也是非常坚定的往下走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坚定归坚定 你能不能走得下去 这地方你就要打一个大问号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虽然这个意识形态上和价值观等各方面 和美国是保持一致 特别是政治上可以和美国进行同步 那么现实利益和美国的差异非常的大 这正是我们可以加进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 建立各种紧密关系的一个空间 在这方面美国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去反制美国的这种构思的话 这种战略安排的话 我们反制它最有效的手段呢 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节奏和我们的方式 去和它打这个贴身战 根据我们和别人的共同的需要 以及客观规律 推进全球化的建设和利益共同体 美国的构想要说起来是好 现有的实力也很强大 但是你做什么事都不可能去违背事物的内在规律 和根本的一个利益结构 反制美国最好的办法 并不是跟它进行全面的对抗 而是我们要基于建设 基于构建 建设的力量远远大于破坏